日前 美國科技界高管們對媒體表示 他們願意承受短期陣痛 以支持美國總統川普對中共貿易的強硬方式 拜見認為 美國科技界長期忍受著 中共強制轉讓技術的切膚之痛 有苦難言 川普制裁中共 終於給了他們揚眉吐氣的機會 美國CNBC財經名嘴克萊默1月14號表示 為數眾多的美國科技高管們 支持川普政府對中共貿易的強硬方式 非常出乎意料 高管們告訴他 他們願意忍受貿易戰所帶來的短期痛苦 因為只有等到中國最終開放市場的時候 他們才可以獲得真正的收益 克萊默在自己的金融節目《Mad Money》上透露 他在上週前往舊金山會見許多科技界領袖 那裡發出的也是同樣的聲音 這令他非常驚訝 克萊默說 他們可能不是總統的粉絲 但他們支持貿易戰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說 儘管美國民主黨佔大多數 但是在中美貿易問題上 大家都知道川普是在保護美國 政治問題就顯得不重要了 克萊默表示 當科技領袖們談到中共不公平貿易行為時 這些領袖的看法要比你預料的更為強硬 可能比你想像的也更為現實 藍述表示 科技界領袖們之所以反應如此強烈 是因為他們已經有過長期的切膚之痛 他說 作為美國的政治家來說 一直有著把中國經濟搞好了 政治體制自然會轉型的幻想 而對科技領袖們來說 感受就不一樣了 所有的這些企業家 還要經商的 做貿易的這些人士 他常年跟中國直接打交道 常年受到這種不公平的貿易的對待 大家只或是有苦說不出 這麼多年他已經受夠了 既然徹底失望了 那他就會把以前受到了 這些不公心理的委屈都說出來 這些科技界領袖強調 如果要針對中共 現在是最好的時機 謝田說 其實美國的科技領袖們 內心非常痛恨中共 但又擔心失去中國的市場 所以長期忍氣吞聲 克萊默說 中國經濟從來沒有這麼脆弱過 美國經濟也很少這麼強勁 任何檢視中國金融情況的人 都有經濟搖搖欲墜的感覺 克萊默說 他也同意現在就對中共開火 克萊默分析說 其實貿易戰不是大鬥戰 而是資產負債表 而美國的資產負債表 又比中國的好上太多了 克萊默還表示 從北京當局盡力維持市場運作 動用各項金融工具 如一年短期垃圾債 高風險貸款等手段 就能看出 中國現在的經濟比人們想像的脆弱得多 如果美中無法達成共識 那中國很可能進入經濟衰退 美國則不太有影響